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给三角梅花后修剪 因为这个时候开拌花的三角梅 如果我们修剪得大 养护得大 想要它第二次开花是很快的 因为这段时间 这个天气比较适合三角梅生长 比较适合它开花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握好 这个修剪的技巧 还有养护的方法 首先修剪的话 我们不要剪得太长 像这些枝条的话 我们只需要剪掉开拓花的 这一部分就可以了 还有这些残花 我们也给它剪掉 不要留 因为这些残花 一个是观想价值不高 第一个是还在不断的消耗营养 我们一定要清理掉这些残花 那么接下来清理完之后 我们就是要给它补肥 因为三角梅你给它修剪之后 它很快就长新芽出来 那么长出来的这些新芽就是花芽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给它用这个林苏恩青甲来浇灌根部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兑水 然后每次涂养干透了 再给它浇就可以了 当然了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喷一喷 不过不能喷得太多 最多喷一两次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新芽还没长出来 如果说这个时候喷得太多的话 会抑制它生长 我们最多给它喷两次 那么接下来这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要大水大肥的给它养护 尤其是水肥 我们可以给它用两到三次都没有关系 像这个林苏恩青甲 给它用两到三次 然后平时多浇点水 让它更容易吸收营养 促进这个青甲长出来 以后再慢慢控水 让它开花 这样就让它二次开花快了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